我看 长老发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 上次是 上面的是一比喻生煎 因为有了生煎 执着有这个身体 那么就在三界里面 没有办法超出 所以常住其中 而且发大恶生叫福求持 发大恶生就是说明 它有了身间 它有它的高论 因此执着身间的 我执着那一种的高论 经常就会提出来 这个生是不正确的 所以叫做恶生 它也希望得到安乐 所以叫福求食 突然叫寒 希望得到饮食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那就是不修善因 而求善果 那是应当是得不到的 所以执事求食 众三就是为果求果 而不修因 那么因此之故 称它叫做教福求食 上面是身间 比方身间 接触有两句 接触有两句 比箭齐 箭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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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非国济国 箭齐 箭齐 非国济国 经文 福有诸鬼 其音如真 这两句 就是比箭齐 文字最简单 在所有诸箭当中 不是出苦涅槃之果 执着以为涅槃之果 没有什么好比 拿这个恶鬼来比 所有的鬼道当中 恶鬼最苦恼 其音如真 好像这个我们做衣服的那个真 的过线的那个小洞洞 那么小 他的这个音后这么小啊 纵然有东西给他吃啊 他也饮不下去 他也吃不下去 正是比方众生执着以苦 以苦为乐 那么不是涅槃之果 而执着以为涅槃之果呀 就好像恶鬼真言一样 演不下去 以吃不下去来比方 不是正确的涅槃之果 所以比箭齐 这个文字最简单 意思啊 比较含在里面 不容易了解 因为恶鬼要吃东西 吃东西吃东西是比果 而吃不下去 比这个果不正确 果不正确 所以叫做箭齐 那么五历史当中已经讲了四种了 前面邪箭 戒齐 身箭 跟刚才讲的箭齐 四种了 剩下一个边箭 剩下一个边箭 就执着断肠 有五这类的边箭 这个边箭的意义啊 下面有两首颂八句 以八句两首颂啊 来说明这个边箭 边箭是由身箭来的 没有身箭不会有边箭 有了身体啊 就会直断 直肠 直有 直无 边 是二边 有无二边 断肠二间 二边 嗯 我们人呢 有了这个身体的我间啊 有我之 他就会分别 嗯 有来世 没有来世 有前生 没有前生 嗯 执着没有前生来世的 这种的波乌英国 那叫做断肩 断肩 断肩外道 嗯 我们中国 有些 啊 这个学问啊 也是属于这类断肩的 例如 人死如灯灭 啊 死掉就完了 什么都没有 啊 所以这个 啊 有一本书 又学秦灵里面 说啊 他说 气之清清 上福者为天 气之众主 谢宁者 下宁者为地 啊 人死了 死了 人不过是一种气流啊 倾听之气就上福 望上福 那么是望上福 倾听之气望上福嘛 就跟天空气合一了 啊 众而浊之气 浊 众而浊之气啊 就下宁 望下宁啊 例如说 这个骨头啊 肉啊 水啊 这个众而浊之气 望下宁啊 下宁者为地 所以人死了 死了就埋在地下 啊 就是黄泉 啊 那么埋在地下 就是种足的东西 就望下宁 啊 就跟地合一 啊 清清之气 望上生 就是一天的空气合一 那么这样子 死了就完了 什么都没啊 因为他死了 气就分开了嘛 清清系 望上生 啊 重灼气 望下宁啊 啊 那么结果死掉就完了 啊 啊 那么因此啊 他就执着断见 人死就完了 什么都没了 这是很大的错误 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那时间就必定会乱不可了 为什么 既然死了就完了 那又做善何为你 做善何为你 死了就完了 既然死了完了 那何必修善完了 何必辛辛苦苦吃菜 迫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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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辛辛苦苦吃菜迫金啊 哦 这个何苦啊 吃肉吃啊 吃好吃的 那一生好好的享受一下 那不就好了吗 反正死了什么什么都没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啊 世间非乱不可了 什么都不怕嘛 啊 反正死了完了 啊 这个断见 是个不应该有的 是邪见 不正确 执着断见 人死如灯灭 所以他们饼足夜游 百天晚不够 晚上还有拿着蜡烛啊 到处去玩 嗯 那么这种人呢 这个断见是很要不得 所以必定会死得天下打乱 这是断见外道 嗯 断见外道 不但是印度有 我们中国照样是有 还有一种常见 嗯 常见他认为人是有灵魂的 有灵魂啊 那么断见呢 像现在的唯物论呢 就是属于断见之类 人是一个物质吗 死了就没了 嗯 那么这个常见 他也相信有灵魂 不过他是一种怪调的说法 他说人的灵魂啊 永久是人 死了再转生还是个人 狗的灵魂啊 永久是狗 死了转生还是个狗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有周善何为你 作恶何为你 反正我是人的灵魂嘛 既然我的灵魂是人 那么我死了反正还是个人 死了再转生还是个人 嗯 既然人死了转生又是个人 那还怕什么 作恶怕什么 嗯 那么做李斯科一千个李斯科也无所谓 反正死了转生再个人 嗯 所以难怪现在李斯科很多 嗯 我说这个李斯科的徒弟最多了 不得了了 现在啊 越来越严重了 那么这就是因为他不懂得这个人死了 虽然这个灵魂他相信有啊 人的灵魂不能永久做人了 嗯 造恶月他就可以转生到其他各道里面去啊 也可以做做出生啊 甚至下地狱啊 嗯 那么他不懂得这个道理 认为人死人的灵魂永久做人 狗的灵魂永久做狗 嗯 那么这样子世间也就没三恶了 嗯 造恶也没用啊 嗯 作恶也不必怕了 嗯 所以啊 这个三套淫妇恶不住了 嗯 太阳半会都来了 嗯 世间会乱 不是乱见就常见 嗯 执着常见的外道 这是不对的 印度有这类常见外道 嗯 那么如果是如此的话 这是很大的错误 嗯 我们中国人呢 嗯 他到比较没有这类的 说是人的灵魂死了 转身再是人 这种的看法呀 比较少 有没有我不得而知 我可以说 我认为比较少 嗯 社会上普遍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呢 就是人死了就变鬼了 嗯 我从小啊 在家乡里 经常会听到这个话 嗯 你死了就变鬼了 还有马盖 哦 世界一般人 这个客家人 他喜欢就说这个话 那死了就变鬼了 什么都没了 嗯 死了就变鬼 那么人死都鬼 那人死了都变鬼 那么这个世界的鬼就不得了了 不晓得有多少了 越来越多了 可是人从哪来啊 人 从哪来 假如人死了都变鬼的话 那这个 转身为人的这个灵星啊 啊 世间法说的灵魂啊 是从哪来的 嗯 因为人死了都变鬼了吗 既然真的人死了都变鬼了 嗯 那么这些咒人 转身咒人 现在人越来越多了 啊 大陆十几亿了 哦 那么现在台湾有两千万以上了 嗯 从前日震时代最多的时候 六百万岛民啊 啊 台湾到六百万的岛民啊 啊 现在是两千万超过了 那么这么多 那死掉的都变鬼了 那么这剩下多了一千四百万 嗯 那么从前大陆就四亿 现在十十一亿 嗯 那么这个七亿人 从哪来啊 从什么地方变来的 帮苏拉 哦 帮饼 嗯 不见得 当然也有可能啊 嗯 那么因此之故啊 这个常见 嗯 是 嗯 在世间法上只有乱 而没有好处 而人人死也不一定变鬼 不过呀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啊 我见很重 就前面的身见啊 那个我见身见很重啊 死了变鬼的例子也蛮多的 例子也蛮多的 因为他爱这个地方啊 他喜欢这个地方啊 他舍不掉啊 舍不掉啊 就转身到鬼道里面去了 到鬼道里面就爱护他那个地方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是有的啊 不过现在这里讲的是断肠二肩 不讲那个人死变鬼不变鬼 另外一会儿是 这里不说啊 那是关于六道六道轮回的问题 现在这里讲人有断肠二肩呢 所以下面的比方就比这个断肠二肩 先把这个断肠二肩的道理 拢清楚了之后啊 下面的文字才能有办法拢懂的 嗯 否则看一下文啊 嗯 什么叫做断肠二肩 搞不懂 拂有猪鬼 鬼还是比在历史啦 无历史 嗯 手如牛头 这是比比边见啦 手是头啊 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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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呢 他的头像个牛头 为什么像牛头啊 我能去干 能去干 牛的头有两只脚 这个两个脚 能去干啊 就是比那个断肠二肩 断肠二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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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不相挤的 夫不相挤啊 牛的头上两只脚啊 彼此夫不相挤啊 牛的两只脚 他没有办法接触啊 他自己没有办法接触 除掉那个水牛的脚 一直弯弯弯弯弯的快接到了 但是也没有办法接触啊 牛的两只脚都是在两边 都在两边 不会在中间 不是金螺螺啊 金螺螺只有一只 他牛是两只 两只脚都在两边 他没有办法接触 就是比这个断肠二肩呢 都是偏移一边 断肩偏移一边 长肩偏移一边 所以好像牛头 牛头牛有两只脚 就比这个断肠二肩的 边肩 有了这个边肩呢 他对英国不相信 博物英国 所以对好的善英善国 他也不相信 或是人肉 人比善英国 人跟前文一样 比善英国 肉就是比人的善英国的功德 功德肉 吃人肉啊 吃就是波无 或者是会波无善英善国 对人的善英善国 他不相信 吃人肉 这个吃人肉 我上次讲过了 听起来很可怕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人相识 那个情况很多 现在不要再说 说你中午的饭吃不下 那么现在是用人呢 来比这个善英善国 肉 肉 比做人的那个功德法 好 好的功德 就是好像有肉 吃 比波无 波无 不相信 波无这个善英善国 祸福谈狗 甲膏吧 哦 现代人到了冬天呢 吃香肉 什么叫做香肉啊 实在是病狗的 懒腻狗肉 哈哈 他们吃的好起来 叫做香肉 一点也不香啊 恐怕要传染病啊 嗯 狗肉 吃狗 狗啊 是出生到 出生到比善英欧国 狗 比善英欧国 谈也是吃 或者是谈狗吃狗肉 嗯 那么就是比方啊 对于这个恶英恶果呀 他也不相信 造恶英 都恶果 他不相信 嗯 那么不相信就造业 好像狗啊 就贪吃 嗯 那么结果自己的肉 被人被人吃了 嗯 那么比方这个由断剑 常见的外刀啊 嗯 他不相信由恶英恶果 嗯 好像吃狗肉一样 所以后福谈狗 那么上一句吃人肉 比波无善言善果 嗯 那么 这一句说吃狗肉 谈狗 谈就吃 嗯 比这个对于恶英恶果 他不相信 嗯 头发疯乱 这比凶恶之相 有了断肠二见了 这个人呢 也不像人了 嗯 头发疯乱了 就是好像啊 这个头发很乱 啊 像那个嬉皮啊 嬉皮 嬉皮的头发留得长长的 啊 啊 他也不去整理 也不去理髮 啊 那么头发好像啊 佳瓦修啊 啊 像吊吊一样的 啊 好像佳瓦修 啊 很乱 头发很乱 疯乱 头发疯乱呢 就是比这个断肠二正的凶恶之相 啊 看起来不像人 人不像人 啊 那么很凶恶 很可怕 是头发疯乱 残害凶险 人 这还不是夫相残害吗 吃人肉 吃狗肉 波乌 善因善果 波乌 恶因恶果 这就是叫做残害 这就是叫做残害 那么既然是由断肠二戒 就四五祭坛了 浮作乱舞呀 什么恶业都可以造得起来 什么坏事都能够做得到 啊 那不止李斯科而已了啊 那更严重了 鸡咳 就是鸡咳 鸡咳 搅 呃 叫唤十足 啊 鸡咳 没有功的法 使他正常腹咽 就好像肚子饿 鸡 没有法流的饮食 好像流水一样给他喝 那么嘴干了没有喝的就是饥渴 被这个没有善因善果的功德法 由此造了欧业 欧业尖颇就要堕落 就好像由了断肠二戒 尽量造业 那么善法一点都没有空无所获 将来只有多罗了 所以叫唤持责 叫唤持责啊 比方这个无论是执着断肩 执着常见的众生 你的断肠二戒的理论再高 到了最后无常来了 你还是没有办法写多 等到无常来了 你就跟着无常走 那么就融会三界呀 没有出苦之日啊 这是显示如果质疑断肠二戒 还原到六十二戒 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么只有龙徽生死而没有写多之奇 说明这个五历十 那么都是苦恼的 都是使众生轮回三界 没有办法出苦的 上面就是比方五历十 再往下由一颂半六句 总结上文 总结上文的欲界的利顿 利时顿时的烦恼 五顿时五历时的烦恼啊 这个欲界的众生相就是如此 夜叉恶鬼 诸恶鸟兽 积极四相 归看庄悠 如是诸难 恐为无量 这六句是总结上文 总结上面五顿时五历时啊 五历时当中单提出夜叉跟恶鬼 夜叉前面说过啦就比谁戒 恶鬼啊 就是比这这个剑齐啊 五历时当中只拿出这两种 其他三种包含在里面 诸恶鸟兽 这是总结这个五顿时 五顿时只记住这个恶鸟恶兽 恶鸟如前文所说的词 肖之类 恶兽如前文所说的 骰狼之类 这都是比的五顿时贪嗔之慢疑 那么夜叉恶鬼是五历时 身见边见见取见 借近取见邪见 众生三见龙灰生死啊 就是因为有这五顿时五历时 有了这个五顿时五历时 就是众生的根本烦恶 为师家的六种根本烦恶啊 就把这个恶剑来包含五历时 贪嗔吃慢疑恶剑 贪嗔吃慢疑是五顿时 恶剑就是五历时的总和 那么众生有了这个利顿诸史的烦恶啊 那么在三界里面六道四身轮转不休 积极四相 三界里没有出事的功德法财 都是肚子饿的 那么因此极度想要出也出不了啊 就在这个四身六道里面轮回流转啊 四相比四身的轮转 胎卵石化四身轮转 那么如果有这个五顿时五历时 你只有在这个胎卵石化的 这个四身里面的轮转不休 做人胎生 做牛做马也胎生 做鸟卵生 那么如果是在虫类 有些有十气就能生的 十生 生天化生 地狱道也是化生 那么在六道里面呢 最起码在欲界里面的六大龙回生死 都是离不开胎卵石化四身 因为没有出事的功德法财来保足 所以就是积极 总不出四身的龙回流转 所以就是四相 既然苦了 总会想要找个出苦的机会啊 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苦 等到老了 总是觉得有点苦了 到老了 总会想要走最后一条 希望能够得写脱的路子啊 一般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我在二十多岁 在中立元光市 清静慈老法师 在那边读福学院的时候 那是民国三十七年 到三十八年 那个时候同学们啊 有大陆来的这个青年法师 那些同学们 他看到我 哪着念诸念佛呀 他就大家都念 都叫我老太婆 有的叫我阿波啊 老太婆 大家都叫我老太婆 还瞧不起我了 所以你哪着念诸啊 都是跟老太婆一样啊 有一天有一位 这个外甥的同学啊 他又在叫我老太婆 那么我也不客气的 老太婆就老太婆吧 那么我就反问他 请问请问同学 你要什么时候做老太婆呀 他说我等到五十岁 我到了五十岁 我到了五十岁也跟你学老太婆了 真的 他现在也跟我学老太婆 这个人还在 说这个话的人还在 他年龄比我大 他真的现在也跟我学老太婆 他也是个老太婆了 我有朝一日看到他 我有说他 你的话有准哦 我准哦 那个时候说你要到五十岁以后当老太婆 现在快七十了 真的当起老太婆来了 为什么 他也拿念诸念佛了 这就是说人啊 到了最后老了 日落西山了 刷欲晚景了 剩下 这个时间不多了 他总会想要走最后一条路 要从审哪一条路走啊 要走到哪里去啊 从前我亲近辞劳 他经常开始 这个在家弟子们说 他说人生呢 有三样事情值得研究 他说哪三样事情啊 第一 人会不会死 人会不会死 他学我们台湾人讲的台湾话 学得不大正确 他说 人会不会死 这第一个问题 从古以来不曾见过不死之人 那么相信人一定会死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了解 人一定会死 那人一定会死 什么时候会死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们可以讲吧 有这么一句话说 7月的鸭子 他说 7月半又杀他 他还不知道了 头望上看了 那么我们人也是一样 天天再看一天 过一天这样看过去 哪一天会死 谁也不知道 这是第二个问题 人是会死的 什么时候会死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学佛并不怕死 死有什么关系 死是生死死 无所谓 但是死了从哪里去 走哪一条路 第三个问题 死了要走哪一条路 从哪里去 那么死了要从哪里去 这一条路就值得我们研究了 人是一定会死的 什么时候会死 不知道 那么既然不知道 不能不准备 不能不准备 要怎么准备 要想办法 找路子 下面那一句话 就找路子 归看窗 在火车里面 忘掉了 大家忘掉了 我们常住其中 就在火车里面 火车里面总是想要出来 想要出来 他找不到门 找不到门 找不到门 就看窗 看看窗户 现在窗户也出不了了 都有贴子 有窗贴 好像监狱一样 好像牢狱一样 看窗没有用 现在的窗没有用 台湾的是这样 看着窗 看从窗 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 右也是窗 右也是窗 正面开的窗 叫做窗 房子 车面开的窗 车面开的窗 旁边呢 房子车面开的窗 叫做右 右也是窗 那么就是说 到了牢了 怕无常来 要找一个路线 可以出去 就归看 归是偷看看 偷看 偷偷的看看 有哪一条路可以走 看窗 看右不找门 不行 现在尤其台湾的房子 窗 又都是窗 都有贴 总然有洞洞 又出不了 没有办法出去 必定要找门 门只有一个 那么这个门 只有佛法的大门 可以出去 否则没有路了 如是猪 恐为无量 如是 只罚之词 总值善文所比方的 五顿时五力时 这些灾难 猪难 总是指上文的 这个苦的情况 很可怕的 恐怖 怕危 那这个恐怖 怕危的情况 真是严重的多了 无量 那可怕的情况 相当多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所以在三界内 懂得 世间是苦 就会想要出 想要出 要怎么出啊 但看窗 又不行的 就是其他的外道啊 是没有出路的 只有一个法门 佛的一个门啊 其门狭小 虽然狭小 是有过门 可以出去 我们现在只找到 这个佛法的门路啊 可以超出三界 上面是比方 欲见的众生 有五顿时五力时啊 在轮回流转 没有了其 那么这虽然是 好像看起来 没有什么意味的 一些文字啊 但是里面含义 是很有道理 值得我们 好好的去研究的 我们就是这样子 轮回流转 在三界啊 没有了其的 那么上面 就是说第一段了 这个 明所 明所烧之境 说明所烧的境界 欲见里面 被所烧的境界 这个就是 五顿时五力时 就是轮回生时 被烦恼苦恼所烧 所坚颇 就是如上文所说 下面请问第二段 这一段很长啊 讲到这里 下面第二段 卯自下 第二 明火起自由 说明三界的众生 轮回生时 这个苦活 怎么样生起来的 就是比 这个五足 为什么会有 这五足 经文 是首顾贼 属于义人 其人进出 味酒之间 以后 舍贼 忽然 活取 这就是 有六句啊 第一段 说明 活取 自由 那么众生在三界 轮回生时的苦呢 活就是苦啊 被火烧 就是苦的 这个原因 成为五足 欧式的原因 在哪里啊 是首顾贼 是首顾贼 顾贼 前面说的这个三界 火贼 前面说的这个 首顾贼的这个情况 顾是旧的 贼 就指这个三界 我贼 三界火贼 就是佛所硬化的范围 佛所动化众生的地方 从佛发心于来 就在这三界里面 那度化苦恼众生 发誓愿 要度脱一致众生 所以说 这个三界的首顾贼啊 属于一人 一人是谁啊 越比一说 就前面的长者 就是长者 越法说 就是佛 所以这个三界 就是佛所教法的境界 所以叫做属于一人 属于长者一人 属于佛的一人 为什么叫做 其人尽出呀 如果佛在这个世间 来教化众生 那么众生就能 依法修行啊 自苦断极 木灭修道 就不至于被 活苦所烧啊 但是众生的因缘没到 佛在他方世界度众生 那么这个世间的众生啊 由此就烦恼活起来了 那么所以 前文所说的 诸子无子啊 那么就活就生起 那么由此使命活起 比佛暂时 那么到了他方世界 去度化众生 而这个世间的众生 本来释迦牟 佛老早就递他 种下善根的 可是他已经忘掉了 所以五卓是又生起来了 又在哪里受苦劳了 佛到他方世界度中 那么还没有降生这个世间 所以叫做其人尽出 为酒之间 以后赦贼 忽然活起 这个世间没有佛教化 没有佛教化 那么不久之间呢 众生就毋业充满了 就造了很多的罪业 那么活就生起来了 就是苦恼没有尽了 所以成为三界活者了 后边的寿亮品 佛常常在来 视线涅槃 视线生死 视线涅槃 那么这就是所谓 出三界出责之意 佛视线涅槃了 到他方世界度化众生 那么佛以三界为责 众生以五蕴为色 受想行尸 五蕴就是众生的色责 那么因为五足是 所以众苦肩颇了 忽然之间活就起来了 那么活起之音 就是因为这个世间 没有佛的教化 没有佛的教化 活就生起来了 所以叫做活起之音 接下去第三段 证明活起之事 94月开头 证明活起之事 正说明这个活生起来的 这个势力 活很猛 整个五桌市都被他在烧 四面一时 奇艳俱之 动梁穿住 暴声震烈 推着堕落 墙壁 崩倒 这六句啊 就是第三 正说明活起之事 活生起来了 烧这三间 是众生苦恼的这种情况 叫做说明活烧之事 四面 是众生的身受心乏 懂得佛法 就晓得观身是苦 观受 这个观身不净 观受是苦 观性无常 观法无窝 修思念出观 不懂得佛法 不晓得修思念出观 把身看作干净的 把瘦看作快乐的 把心看作长的 把法看作我的 那么顿其四道 四种的颠倒 不敬为敬 以苦为乐 那么五足八苦 一时就起来了 所以叫做四面一时 取焉即之 焉 火焉 苦活在烧 寒蒙 这叫做知 知就是烧得很蒙 现在这个苦啊 世间的苦 是很可怕的 很苦恼的 没有生力其境啊 怎么知道苦呀 身体健康的人 不知道苦 假如万一不幸生病了 而且严重的病啊 到了病院 病的医院里面去啊 看的都是一些病人啊 那个情况啊 简直是像过地狱 都苦啊 这个世间的苦 没有被火烧到迷茫上 你还不知道 这个真苦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火焉都在 直升都在烧 火一烧嘛 冻凉串住 整个都要破坏了 都要倒下来了 暴身就震烈 这个一烧啊 都会发出种种的声响来 命根断了 好像暴烈 封到解体啊 好像烈的情况一样啊 人死的 临死的死后啊 封到解体 八苦五交间 古人比方 好像生的牛 剥他的皮 生的龟 剥他的硬科 那么痛苦的情况 就是世间被苦火所烧 如此痛苦 气断了 顾也离了 就推着 那么如果造了欧业 免不了 就要堕落 四大都解散了 就好像墙壁崩倒了 前面比方曾说过呀 这个墙壁啊 就是比我们的地水火峰四大呀 地水火峰四大 现在四大龟原啊 墙壁不就崩倒了吗 这墙壁崩倒 就是比方众生的四大龟原 就死苦献甜 有五株颠倒 生命无常的缘故啊 所以众苦 剑颇呀 非常苦恼了 说明这个世间的苦慌 下面第四段 毛之下 第四 名被烧之下 说明这个世间呢 八股交间 五卒是 被这个利盾烦恼所肩破 苦恼无穷无精 那么这也也是有六句经文 诸鬼神灯 阳声大喊 雕就诸鸟 酒盘茶灯 这还是土字 我们照就念茶 周章黄埔 不能自出 这一段文呢 就是帝斯 说明被烧之香 诸鬼神灯 种子 无利时 灯字 等其他的顿时 通通包含在内 那么诸鬼神灯 这一句话 这种子 种生有五顿时 无利时的烦恼啊 有这个烦恼造业 有受现在的火烧之苦了 正在苦痛破生的时候啊 阳声大喊啊 苦了 重苦 不肩破啊 那种惨痛叫出来的声音 阳声大喊啊 雕就猪鸟别举五顿时 五顿时里面的雕就比焦比慢啊 那么前面说过了 猪鸟 种子前面的八角的八种鸟 酒盘茶别及五利时 五利时比较严重的啊 那么就是邪见 等着等于其他的这个历史 有了这些烦恼啊 造了种种罪业 在三界内受苦无穷啊 所以在欲界里面的到处周章防部 不能自出啊 五顿时五利时的烦恼不断啊 周边章防 整个欲界里面的不周 周边章防 很可怕 很穷怖啊 可是没有办法出去 不能自出 如果不懂得佛法 不修学佛法 你在欲界里面 无论你怎么样子奔走 怎么样子想办法 出不咬的 如果不学佛 你怎么能够有办法出三界啊 所以行安大师在菩提新闻里面说 非佛不能到此言 如果不是佛出现世间 三界苦海的情况 出苦的门路 如果没有佛说 怎么能够知道呀 不是佛 怎么能够说出这个出世间 了生死的话呢 所以 由此可以知道 如果没有三宝 四地 四念处等伐呀 世间的其他宗教 天龙八部 都不奈你和 都没有办法 使我们超出三界的 到这里为止啊 到周章房部不能自出为止 就是送地上是第一段 送地上是比喻界 送地上是比喻界的文字到这里就完毕了 下面是第二段 送邪中寺 比喻界 不是这个房屋里面有空邪吗 空邪的地方 有空洞的地方可以藏身 暂时在哪儿隐藏起来啊 一时不至于被火所烧 所以比这个世间 世间如果你修禅地 生到世间呀 世间比较长一点 就不至于一下 就吃了很多的骨头了 比喻界稍微好一点 所以叫做送邪中寺 比世间 文字有三段 第一 比手烧之类 第二 活起之游 并及这个活起之士 第三 明被烧之相 现在讲第一 比手烧之类 被众苦所肩颇的重伤 手烧之类 恶受毒虫 闯闯空邪 逼舍泄鬼 易住其中 这四句 都说明手烧之类 被众苦的活 手烧 隐藏在空邪之中 用这个空邪来比世间 空邪虽然不及门外快乐 但是可以暂时免离 被这个燕火所烧 这比世间 比世间四禅 虽然不及出生间的快乐 但是他暂时可以免离 遇见粗恶之苦 所以 修四禅的人 咽下苦出账 心上 这个 静妙离 所以他希望 能生到这些天 猪恶独虫 这种局 顿时重生 传传空邪 就是修四禅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修四禅 生到世界天 就藏起来 藏到世界天 船呢 就是跑到空邪里面 藏起来的那种的 跑的情况 跑的快足 所以叫船 空邪是墙壁里面的洞洞 现在隐藏在洞洞里面 暂时不被火烧 好像升到世界天 修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升到世界天 不至于一下子被这个玉界火所烧 毕奢谢鬼 毕奢谢 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就是 弹金 弹金器鬼 毕奢谢 弹金器 弹就吃 口子旁 一会杆子 那个弹 弹金器鬼 说这种鬼啊 专吃动物植物的这个金器 吃这个金器 这个丹举这个历史当中 能够升到世界天的那种的功夫 比这个弹金器鬼啊 他能够吃这个金器啊 比能修四禅 有些外道 能修四禅 升到世界天 所以就 一住其中 也就住在这个世界天之中啊 暂时免离火烧 第二是明火起自由 即火起之士 火怎么样子生起来 火怎么样子延烧 那么接下去就说明这个道理 有四句 薄福德顾为火所拨 共相残害 饮些坦肉 薄福德 升到世界天 不能说他没有福了 但是很薄 这就说明啊 因为福保啊 所以世界也免不了 有火手烧 火烧出禅 水进二禅 风吹三禅 所以世界天呢 到了大山灾 都要遭到这个大山灾的苦恼的 所以福德不算大 就是薄福 微火所破 就是火 这就说明火起之士呢 纵然在世界天 初二三禅 都会有大山灾的 四禅 虽然山灾不到 但是这个福报降经啊 还是要堕落的 那么这种的未禅呢 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共襄残骸 说明他们呢 咽下苦出帐 心上静妙离的那种的功夫 残骸 说明他咽你下方 遇见心目上方的世界 就是咽下苦出帐 心上静妙离 来比方这个共襄残骸 隐蝎 就是默然不动 好像隐蝎 他的这个禅定功夫啊 默默地坐在那里不动 隐蝎 坦肉 就是说他有这个知灵功德 四禅有知灵的功德 四禅有四禅的功德 比这肉 叫做吃肉 就是比方啊 色解天 有这个色解天的功德 所以叫做隐蝎 坦肉 下面第三名 被烧之相 因为时间到了 正好讲到这里为止 啊 相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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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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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大寶寶王坐下的两位 康布 拉玛 请他们替我们往生排位 修超度仪轨 好不好 我们也努力 然后呢大家一起努力 既然要超度 我们就尽力一点 释迦牟尼佛很喜欢用水 来讲说佛法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水 放久了就不见 蒸发了 空性 但是水可以变成云 变成雨 变成雪 变成冰 原来一切 都可以变化的 水没有永恒存在的 所以水最容易了解 变化无常 空性的道理 而且最便宜的 人也不会执着 所以水也可以变成慈悲心 大悲咒水 只要你加入慈悲心来念 水也可以变药 药师咒水 水也可以消业障 洗掉不干净的 所以佛陀经常用水来 表法 也麻烦义工菩萨把这一张 水的功德的翻译好的 发给大家 至少每个人先拿一瓶水 放在手上 不要打开 因为等一下我教各位怎么做 就像各位看到火前 一般人很怕火 但是火可以变成灯 功德 这个火 点在火前 可以烧掉我们自私的心 称恨的心 所以如果你懂得用火 火可以消除不好的心态 火可以变成智慧 火可以变成光明 让他们脱离无名轮回 往生净土 所以佛教也要我们 利用世间的一切 但是你懂了佛法 火也好 水也好 花也好 食物也好 就像各位今天的身体 功德太大了 今天你的身体守八观 再见 不但消除自己业障 也可以利益整个世界 因为你的身体 所以早上我讲了 你今天身体临到雨 踏到沙 天上的神都把你 那个水跟沙供起来 那些恶鬼道 碰到你的身体 乃至你身体留下来的水 它都可以超度 因为你的身体守八观才界 所以懂了佛法 一切都会改变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个七十几岁 不认识字的老人 来出家 他出家以后 他看到年轻的法师 都在研究佛法 打坐 讨讨佛法 结果他什么都不懂 他就很自卑 天天哭 然后后来 他就想要还俗了 也没有人留他 他想说那我就回家吧 继续做乞丐 然后佛陀有神通啊 知道这个老人家要回家了 佛陀就说 老人家 你怎么不出家了 他就跪下来哭啊 佛陀我很惭愧 我不认识自我是个乞丐 人家年轻人这么努力修行 我什么都不会 我很惭愧 我看我住在这边吃饭很丢脸 那佛陀说 你不要这样想 你看他们努力在那边打坐读书 那你就用水啊 给他们烧热水 冬天给他们洗澡 他们没水喝 那你就倒一点水给他们喝 这样 你将来一定有成就 那老人家说是吗 佛陀说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那我才出家 那你就这样做吧 哇 这个老人家很快乐 他终于找到工作了 所以他每天就烧热水 给人家洗澡 给人家喝 还是倒水 给很多修行者在闭关 他变得很快乐 后来几年以后 他没有生病 就往生了 结果他往生以后 很多出家人就很怀念他 哇 不失水的老和尚 死了 现在没水喝了 没人帮我们烧热水了 大家就很怀念他 然后呢 过了几年 他们就 佛陀啊 你有神通 就这个老人家 去哪里投胎了 佛陀说 等他往生满七年 我再告诉你们 结果七年过去了 有一天佛陀就带着大众 去托波 到了一户 非常有钱的人家 这个人家 前面有大水池 哇 里面 好漂亮 结果佛陀就来了 全部生团站在外面 突然一个小朋友跑出来 啊 师父 师父 然后大家说 佛陀他怎么叫你师父 你们不是在问我 那个煮水的老和尚吗 就是他了 他来投胎 哇 他一来投胎 全家都变成甘露水 结果 他跪在那边 小孩子 师父师父 我要出家 我出家 他爸爸就跑出来 这是我的独生子啊 我的财产都要给他的 然后 佛陀就说 你看吗 他上辈子只有 不失水 现在 生在独生子 哇 很有钱 他一生下来 全家都变水变甘露 所以他爸爸给他取个名字叫甘露甘露 他现在要出家 结果他爸爸一听 啊 哦原来我儿子是你 我求来的啊 哦 那他是一位老和尚 好好好 我答应他出家 结果这小朋友出家 七天就证阿罗汉 叫甘露阿罗汉 那佛陀就说 你看 修行没有高低啊 用水布施也可以撑阿罗汉 这辈子没读书没关系啊 下辈子再来啊 人可以轮回的 只要他不造恶业 这就是甘露阿罗汉的故事 如果 你喜欢你生生世世 皮肤都漂亮漂亮的 做男人比女人还漂亮的皮肤 那佛陀的堂地 难佛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失水 给出家人洗澡 这样而已 他有一次皮肤不好 烂 然后他就问修行人 修行人说 那你只要不失水给出家人 他就赶快 找水 然后呢 洗澡的地方 希望师父都在那边洗 然后他把洗剩下的水 还泼在自己脸上身体上 那一世他皮肤就好了 生生世世 出身高贵 做佛陀的弟弟 准备接王位 后来还出家 那就叫美男子难陀的故事 所以我想各位用水 供养三宝 用水 布施给可怜的孤婚野鬼动物 那就产生很大的功德 还有一个故事 各位应该听过 有一位大活活 我们出家人规定每天都要布施水 有大活活用一个黄金做的 念 开咽喉咒干入水 那有一天 大活活正在念念念念 然后鬼跑出来了 大活活有神通看得见 那个鬼说 上师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我要到另外一个上师那边去 你赶快 那这位大活活说 奇怪我 我这个黄金杯做的水 怎么鬼要跑掉 然后他就去问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那个卡拉贡迁 卡拉贡迁拉玛那边 也在布施水 结果 大活活也有神通 他就跑去看 哇 所有的鬼都跪在那边等 卡拉贡迁要做 做水的布施 他不是拿黄金的 他拿一个壳子 一个一个 他们叫核桃壳 然后装一点水 然后在那边念开咽喉 不过这个卡拉贡迁 在念的时候掉眼泪 因为他想 哎呦那个鬼很苦啊 可怜啊 一百九十万年没水喝啊 嘴巴喷火 他就边哭边滴啊 因为这样 那些恶鬼都很喜欢 一喝就超毒 一喝就超毒 所以这个有钱的大活活才知道 原来黄金的 或是什么容器都没关系 重点是悲心啊 后来这个卡拉贡迁快死了 跟他徒弟说 我真想下地狱啊 哇 饿鬼到那么苦 地狱真苦啊 我本来要去极乐世界 但是我觉得 我这样不好意思 那个鬼更可怜 结果 他很想下地狱 结果他死了以后 还没死之前 然后他徒弟说 师父你真的要下地狱啊 他说现在没办法啦 阿弥陀佛来找我啦 我要先去那个极乐世界再去吧 就是因为他的慈悲心 而且呢 上品上身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亲自把他带到 上品上身 然后呢 他将来就有福报 有那个功德 下地狱都不会怎么样 所以他因为不失水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 慈悲失水记 各位的第二个 等一下我们解释一下 所以各位请看 第一页的中间 慈悲失水记 那我们要不失水 那你要变成观世音菩萨 凡是你要帮助众生 不管人啊 鬼啊 动物啊 那你就观想自己变成观音菩萨 这个很重要 因为观音菩萨不是一尊 观音菩萨是 所有佛菩萨慈悲心合起来的形象 所以慈悲的力量 所以你要观想 至极圣者 观世音 然后你流出去的水 不是一般的水 是从你的佛性 智慧空性流出来的根本质 守将本质 甘露流 从智慧流出来的甘露 然后恶鬼饥渴 诸苦灭 然后你不失水 洒水的时候 那些恶鬼到被火烧啊 饥饿啊 痛苦啊 通通消灭了 他马上正的空性 愿即即净 这个即净 是佛教里面讲的 涅槃即净 他正的空性 因为这个水 消除了他的烦恼恶业 他就得到了 极乐世界一样的空性 愿即即净 聚福乐 而且得到各种幸福快乐升天 那这个就是六个字 不管你是我今天这样布施 天道人道阿修罗道 地义鬼道出身道 他们的烦恼恶业通通没有了 通通往生极乐世界 然后你要经常这样念 那底下还有翻成印尼文 非常好 如果各位愿意慈悲 可以去请一宗观音菩萨 滴水的 那一家有电的 然后你就会给他摆在你家门口 花园外面 一直滴这个水 然后你看到他 你就念一遍这个寄语 那印尼也做很多佛陀的 滴水的 观音滴水的 但是你不要说 那个是艺术品 那个很慈悲 因为他一直滴一直滴 然后呢 然后那些恶鬼道阿众生阿都可以来喝水 喝完水他们就超度 那24小时都在布施 很好 所以来我们大家把水拿起来 先不用打开 因为我们这个水 等各位要回去了 每一条路去滴一碟水 滴到你家门口 整个雅加达就变了 一起练 自己圣者观世音 自己圣者观世音 守将本智甘露流 守将本智甘露流 恶鬼饥渴诸苦灭 恶鬼饥渴诸苦灭 愿即即净俱福乐 希望大家背起来 下回参加法会会背的坐前面 因为水对我们来讲太便宜了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一瓶水还没有布施 就光供养佛回向给恶鬼道 一瓶水超度八万四千个恶鬼升天 一瓶水供养佛回向给海鲜水产 雅加达地区一年吃内的海鲜水产超度 所以还没有布施 你只要供养回向给他们 所以水可以做很多功德 所以水可以把脏的东西洗掉 水也代表来源很好 就是发财 所以做公司很喜欢在外面摆 摆一盆水或做个水池 代表发财 这都是佛经说的 所以各位多供水 很容易洗干净 多供水很容易发财 然后呢 第三个咒各位都会念 你不要觉得它那么容易 如果有一个人身体被火在烧 然后呢烧很久了又不会死 甚至嘴巴都已经吐火了 你给他念这个咒滴一滴水 他一百多万年的 所有的火吐火通通没有了 然后他还可以喝水可以吃东西 特别那些咽口鬼很可怜的 嘴巴一直吐火 身体一直冒火 然后你给他念 哺啵啵的地切土地 当然他都要滴两滴水 他的火通通都没有 他可以吃东西 那你生生世世 不会被火烧 不会被刀砍 一定升天 往生净土 而且一辈子不缺钱 不吃 不缺 吃的穿 就開煙喉咒的十個功德 好 各位你把瓶蓋打開 我們要念這個開煙喉 各位滴兩滴水 但是我希望各位你天天都要做 你不能說今天你是救火隊的 整個雅加達義就你一個救火隊的 結果隔壁在火災 喔 跟我沒關係 那你就不慈悲了 你學了這個法 你每天碰到水就滴一下 他們就沒有火了 他們就可以吃東西了 好 大家慢慢念滴滴水 來 很漂亮 心美啊 外表就美啊 然後慈悲失水祭我們再念一遍 現在打開啦 那等一下念歐瑪麗貝美是紅色 你要滴出去齁 一起再念一遍 至極聖者觀世音 手將本質甘露流 惡鬼即可諸苦滅 願其其境至福樂 歐瑪麗貝美紅色 印尼文再念一遍 再來甘露水真言 各位都會 甘露水真言也叫什麼 妙色陀羅尼 妙就是很漂亮 因為那些惡鬼道被火燒 個個都火炭乾乾的 他喝了這個甘露水 他皮膚就變嬰兒 很漂亮很漂亮 所以你經常念這個妙色陀羅尼啊 哇以後你生下來 生生世世 都外表很漂亮 皮膚很美 而且你生下來就會香香的 因為妙色陀羅尼那個水便很香 所以你生下來外表很香 皮膚也香 就是念這個甘露水 而且你的劇足十六種功德 那我們念甘露水要滴七滴水 為什麼要七滴呢 天道 人道 阿修羅 再來呢 畜生道 鬼道 地獄道 然後後面也要滴一滴 就是你的冤親在主 你要滴一滴 那所以總共要滴七滴 上山 下山 後衣 這樣記得嗎 用右手滴喔 右手的倒數第二隻 然後這樣滴水 那為什麼叫甘露水呢 天上的神 天天吃甘露 所以他永遠不會老 永遠不會生病 永遠不用洗澡 那如果你給地獄道 惡鬼道 喝到這個甘露 他也變成外表像天人 不會生病 然後他就直接升天 或是極樂世界 所以這個咒很重要 只要用水就可以 好 我們開始念 七滴水喔 不是光七 而是天道 人道 阿修羅 你都想很清楚 祖先冤心在主都得到 但是要記得 念的時候不是你喔 你要變觀世音菩薩 他看到你才會高興 你不要說我是美女 男鬼就執著你 這聲音就不好啊 好色 所以我變成觀音菩薩 中性的 我對你們布施 好 來 南無獨羅佛耶 丹塔耶諾耶 達子塔 歐 獨羅 獨羅 本來獨羅 本來獨羅 沙波和 南無獨羅佛耶 丹塔耶諾耶 達子塔 歐 獨羅 獨羅 本來獨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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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波和 南無獨羅佛耶 丹塔耶諾耶 達子塔 歐 獨羅 獨羅 本來獨羅 本來獨羅 沙波和 太慈悲了 你這個手經常這樣做 誰跟你握到手 他太有福報了 因為你會把慈悲的力量給他 幫助他 你的眼睛多看佛經 你看到對方 對方覺得很舒服 開智慧 你的眼睛又看可憐的眾生幫助他 你眼睛看到他病就好一半 所以各位要用你的心 然後把你所有都變成慈悲 就叫觀音菩薩 耳根言通法門 觀音菩薩的眼睛 耳朵 嘴巴都互相慈悲的 聽到觀音菩薩 看到觀音菩薩 你就會不但自己快樂又給別人快樂 那如果你家裡常吵架 或是隔壁常吵架 或是你看到電視上那些政府又要吵架 那你一定要這個水加一點糖或蜂蜜 然後唸的時候殺出去 甜嘛 那以後你就不會被罵 他們也不容易吵架 不會罵人 所以你老公很喜歡罵人 你跟他講沒用 你講他罵你更大聲 所以你要給他加糖水 然後就唸唸唸回想給他 以後他就罵不出來 因為你要做功德給他 改變他 好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佛法 究竟幫助眾生 離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有責任 將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傳播在這個世間 希望各位多關心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正好 一九九六五二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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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國成言 中國成語 一九九六五三二二二二三βα 二二三信祂 諸 ons八五三德 许明日月计报时天降 一步山盖极月双翻语 月报庄深求楼革命宫殿 此中云的名画普遍布 我佛先上之三保护神灯 未愿是被那所深欢喜 也从我爱见末世安定 见相师座俗求皆如意 也皆未来皆皆相欧皆如爱 沙利瓦达达多达来的内 马赫满达来 佛咱明哥上摩地来 师父来的上摩耶亚 沙利瓦达尸来看自己 来的来的 佛拉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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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佛拉来的 上佛拉来的 沙利瓦达尸地来 佛拉来的法女 无垢达尸地禱 超 Walensiyang 马 Franc达尸地禱 沙利瓦达尸地禱 过的是往仇伊朵达尸地禱 FT给天国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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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周渡一切生命 是众生力苦的难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赌上奔怀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